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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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迫不及待来到这里练舞 但却传出有街友向学生搭讪要电话的情形 然后可能会有一两个游民坐在那边看 然后一群游民会有过来就是 你知道就是女生在那边跳舞 可能他们会在后面就是这样眉来眼去看一下看一下 逗一下 最后可能跟着一个女孩子搭讪这样子 那我们现场其实是有所谓设置监视器的画面 那也有请这个入警所以及所谓的警分局 安排所谓的电子哨以及定时的一个巡查的情务 那这个部分的话将来我想我们也都会 在正式的开放使用之后 针对这个不管是日间或是夜间的使用情况 那我们会再来做一个持续的一个注意 台姐表示 现场都有多支的监视器 未来会与辖区派出所警民连线 但过去这里是皆有常出没据点 因此环境卫生和安全问题 近期也在网路上引起了讨论 不算十点过后我们今天不在这一边练习了 然后如果游民回到这一边来去睡觉或是什么 隔夜的味道可能也都会留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越来越 没有让人家觉得这么舒适的时候 因为在整洁上或管理上的时候 那你说大家会愿意来吗 我不晓得 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也跟了铁路警察 以及我们这边的在地的派出所 中的派出所来去做联系 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这边 其实台铁原本就有很多支的监视器 那我们也是可以跟警政系统来做合作 希望说可以除了让他们信念人来在这边 在做活动的时候 可以有自身的安全的保护之外 那我们未来也会在这边 跟警察合作来做一个巡逻箱 巡逻点 那固定巡逻 那也可以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 市政府和台铁强调 未来会加强练习场地的管理 也希望大家一起爱护这个得来不易的空间 打造街舞运动富裕的基地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再带来关心这个9026的路线 迟迟无法改善脱班的问题 影响民众搭乘的权益 立法委员蔡世英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廷议员 特别邀及主管的公路总局台北市区监理所 及客运业者说明相关的规划 强调9026路线不会停市 请乘车的民众不用担心 敢在11月9号有5家客运业者资源待死前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邀及公路总局台北市区监理所 及客运业者到现场讨论相关罚车事宜 包括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廷议员 及安乐区市议员张志豪吴花家等人都到场关心 由于先前9026路线拖班等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公路总局方面决定停止符合及皇家经营权利 并协调泰勒首都大都会统联及龙毛等客运业者资源待死 希望无缝接轨维持该条路线交通运人到新的业者接手 除了透过资源待死方式维持运营 蔡世英透露 公路总局将对类似9026路线 用重要却不易经营的客运路线提出补贴方案 甚至搭配其他黄金路线 让9026路线的营运正常化 事实上9026虧损但是任何需求这件事情在全台湾不是唯一的案例 其实在其他地方有任何路线的广告 那我是公路总局目前提供的这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针对这些重要的路线给予普遍 就是除了公告行使之外另外给予相关的降格补贴 鼓励业者来做这样的一种服务工作 这是第一个方案 那第二个方案就是公路总局未来可能会搭配 黄金路线的做法来做行材 那这几个做法公路总局我跟女文交部都谈过 他们正在做内部的会议沟通 那有可能的状况会是在9026重新公告之后 会加入政府补贴的方案 让整个服务能够顺利的落车业程度支持 来作为新的承包的这样的一个移民业者 这问题也呼吁公路总局方面的补贴方案 一定要合理公平可行 才能吸引好的客运业者投入经营 提供基隆通勤民众更好的运输服务 相关的单位它的补贴措施必须要合理公平 否则再怎么样去招标 也不会有业者愿意来做亏钱的生意 那我想现在缺工的情形是非常严重 那唯有提供合理公平的补贴方案 才能够让这个客运的业者愿意来加入这个 这个服务者的一个行列 那终究代驾或者是代客输运这样的一个方式 并不是一个长久之际 至于民众关心的搬车问题 将维持平日开行140班次 立假日开行54班次 由于是由5家客运业者共同支援 它的客运也将负责在5家客运车头 放置显著的9026路线标示 让沿线搭乘民众容易辨别搭乘 记者张琪辰采访报道 再带你来看基北北桃TPAS通勤月票1200推出后深受欢迎 进入市境内的公共运输288定期票也在10月16号正式上路 民众购买的情况如何呢 带您一起来关心 基北北桃TPAS1200月票推出后 让民众感觉省很大 而在基隆境内上班上学的民众 现在也有288定期票 记者接头访问 上班族和学生都相当肯定这项政策 因为我现在用学生票 然后坐一班公车的话是9块 我一天要花36块这样 36 因为两班车 然后来回 所以这样算月票比较便宜 想很多吗 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搭火车去别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很划算是不是 学市政府推这个政策觉得如何 就很好 赞 我觉得政策不错 对学生来讲就是 就是学生比较没有什么钱 就用这个方案去做这个 通勤的这个 对 比如我上班的话 我可能就要从法院那边 然后做到那个 剩家百货 然后就要15块啦 或者是做到你喜欢站火车站 这样子 来回就30 对 所以一个月就是 而且我每天 对 每天都有在使用的话 它其实花费还相当高的 对 那所以这样一个月只要288 对 对 那你这样子觉得是很多 为了照顾通勤通学的民众 市政府在10月16号开办288订期票 而从统计数字也发现 购买的人数持续成长 那谢市长为了服务 我们更多的基隆市民 在我们基隆市通勤好朋友的一个相关一个权利 所以我们在10月16号正式推出属于我们基隆市境内的288公共运输月票 也就是每一个月30天内只要288元就可以搭乘我们基隆市境内的57条的一个公车 以及基隆市境内有6个台铁站 那现阶段我们从10月16号到昨天为止 已经有将近3500位一个市民好朋友使用我们这个288一个运具 那我们预计一个月以内可以成长到将近有5000到6000的一个市民好朋友来使用这个288一个月票 那288月票我们从今年10月16号正式推出以后 我们会在明年度后年持续来推动 那交通部也针对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后续会编列常态性的公务预算来补助我们基隆市 从通勤民众反应来看公共运输288定期票是一项有感的政策 市政府交通处表示除了让民众省下交通费 也进而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系统达成节能减碳的目的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深受市民朋友欢迎的发票兑换2024月曆日曆和桌曆的活动 金融市税务局将在10月11号礼拜六上午8点半 在安乐区税务大楼 七堵区行政大楼和信义区公所三处同步办理兑换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公共市民朋友 新年快乐 龙年吉祥 四季平安 迎接2024龙年 基隆市税务局印制了精美的月曆 日曆和桌曆 欢迎民众拿着纸本发票和云端发票 在11月11号参加兑换活动 我们是鼓励民众可以使用我们的云端发票来取代我们传统的一种纸本的发票 并且我们预计在我们本周六也就是我们11月11号上午8点30分 在我们的这个安乐区行政大楼的一楼 还有我们这个七堵区的行政大楼一楼以及信义区的一楼 我们都会同步来进行一个兑换的一个动作 市长谢国良也翻阅欣赏2024年的月曆 漂亮的水果图案结合今年的施政亮点照片 月曆的背面还设计成春联 可以剪下来使用 今年的亮点还新增了大小朋友都喜爱的卡通人物桌曆 而且只要符合发票数量还可以在日曆月曆桌曆中一次兑换到两种 那有市民说我还想不爱月曆我还想不爱日曆 怎么办以前都是排队只能先换一种 那我们今年比较贴心 就是说一次排队可以换月曆或者日曆或者桌曆 三种里面可以选两种排队一次就可以选两种兑换 所以就是发票可以多带一点 卡通的小朋友喜欢的这个桌曆有 Hello Kitty,Snooby,Doraemon 这很漂亮小熊维尼 那因为都是限量的 我们的桌曆的分数比较少一点 所以想要的话就要及早排队 我们这次准备了两千份的月曆桌曆日曆 欢迎市民好朋友利用发票来兑换索取 那我们这次也有我们的施政亮点 也有很可爱的金沙 然后也有一些主题的卡通人物不同IP 所以我想大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的来索取 民众只要捐出112年9到12月 纸本发票6张或3张云端发票 就可以兑换月曆或桌曆 纸本发票8张或4张云端发票 就能兑换税务日曆一本 11月11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 在安乐区税务大楼七堵区行政大楼 和信义区公所三处同步办理兑换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发展多元共荣文化 市府在长龙桂冠 举办国际移民论坛 针对新住民朋友的各项需求 开班授课 并专案提供生活咨询管道 谢谢大家今天共同参与我们 基隆国际移民论坛 建设和活力基隆很重要第一关 借用发展多元的共荣文化 邀请了新住民移民代表和专家学者 举行国际移民论坛 从婚姻经济谈到国际生三大主题 来自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 婚姻移民也非常多 但他们有很多时候 需要我们的政策支持的时候 政策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尤其是年老之后的婚姻移民 包括他们的子女的相关的培议工作 其实我们在这次论坛里面 就邀请了包括我们立法院的 最关心新住民议题的 我们的江启成 江委员 来谈一下整个经济移民的人口结构 然后我们的人才 那我们政府有没有准备好 不管是政策也好 还是我们的吸引人才的 相关的配套措施 第二个是我们也邀请了 最关心婚姻移民的廖延豪廖老师 还有几位老师包括我们的蔡教授 那他们都关注我们整个 婚姻移民相关政策的 就是完备度有没有足够 包括说对于他们的人权 就医权 生命权 还有他们最主要的 所谓的自由平等权 还有他老年生活之后的照顾权等等 今天在整个论坛里面 就会做一个专家的对话 基隆第一次举办国际移民论坛 政府重发处 产发处 社会处和民政处等首长 都亲自出席 表达市府 对多元共同文化支持和包容 那谢国庄市长已上任之后 对新住民的解释定义更宽广 而且更强调的基隆市是一个国际的港都 基隆市不管从过去历史上 各种的迹象包括战争或者是生活 经济等等的新住民都容易 藉由国际港口进到基隆市 而所谓新的定义是 我们现在的国际新住民 不单只有婚嫁 更可能是因为刚刚提到的经济 也就是来这边工作 来这边读书 或者各种原因在基隆 长时间或者短暂的 来这边停留或者是常住 都是属于我们要服务的新住民对象 基于这样一个广泛的定义 基隆市成为一个更友善 更友善的城市 对于市民朋友新住民朋友 我们一视同仁 对于他提供最好的服务 此外基隆打造友善的移民城市 国际移民生活节 将在11月18号 在基隆文化中心广场登场 欢迎移民新住民和国际生 一起参加这场嘉年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赖清德 郑文婷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又昌 陈时中 卓榮泰 蔡世英 洪子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婷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 肺炎恋求菌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攜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恋求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 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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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去送货 是否去银行教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喔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去外口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 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计喔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GO 慈云寺钥匙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目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慈云寺钥匙佛店 参拜 感受乏喜 吉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隔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赖清德 郑文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印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庭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七堵区 正名里里长谢连堂 亲自带社区志工打扫里内街道 街用市和乐狮子会也特地前来帮忙 一起响应干净家园 七堵区正名里里长谢连堂 亲自发动机器全副装备 带着里内志工以及和乐狮子会师友们 一起打扫里内街道环境 也分赠弱势民众生活物资 为了让里内家园更干净移居 利用环保日 七堵区正名里长谢连堂 就会亲自带领社区志工们 打扫里内街道 基隆市和乐狮子会也特地前来帮忙 一起响应基隆市政府 推动的干净家园政策 并且捐赠生活物资 给正名里的弱势民众 也受到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的支持和肯定 来给我们里来清洁环境 而且还帮我们提供一些物资 给我们里来做事 例如说白米 还有一些日常用品 真的是非常感谢 还有感谢我们今天 我们里内的林长跟志工们 都来给我们里来打扫 其实我们平常市就在做 平常市就在做 今天就变得变得变得 真的感谢我们的市值和乐会 共襄盛举 非常感谢 也特别感谢我们委长 知道这些信息 以前的时候 可能会去中间 也有 来跟乐会鼓勵 社群服务 感谢特别的选举 正名里 非常感谢 市值会的古大志业 里面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环境打扫 然后配合我们还有 刚好有一个爱心人士 捐了一万块的现金 叫我帮他买一名 仓助弱势 所以我就想说那就 比较的救助饥饿 关怀弱势 所以我今天就有准备能力 跟面还有爱心伞 咬罩 吊鸭膏 以及生物资 来 帮助这个弱势 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业铁心力 然后打造这个社区有爱的生吃 就是里内都有一个环保日 那是不定期的环保日 那非常谢谢我们里长 他集结了一些志工 还有里长的一些长辈 一起去出来这个整理环境 那非常谢谢你 那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 那个和乐市职会的康会长 还有我们的振兴 校敏市职会的小弟 我们的小朋友 就是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林会长 也结合他们一起到我们社区 来整理环境 非常感谢你们 那今天我们因为 借由今天的这个环保日 那我们这个振兴 这个校敏市职会 还有我们的和乐市职会 给我们证明你需要的一些 那么一个家庭 能够帮助他们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 激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进一步表示 里办公处结合民间团体 共同携手合作 不分你我 让里内社区民众 能够有更好更和谐的生活环境 值得推广 记者吴俊松 激动报导 2023 基隆一新杯校季篮球赛 11月7号到11号 在基隆体育馆举行 全台的强队云集奥 赛事相当精彩 比气势更要比实力 来自30所国中小高中篮球校队 实力坚强的球员齐聚基隆 一新杯校季篮球赛 开幕事后第一场 基隆名传国中 对上桃园大成国中 强强PK 赛况激烈 开幕以后的第一站 打起来一定是势均力敌 非常精彩 一新杯校季篮球赛行之多年 为台湾篮球的发展 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今年在体育馆登场 吸引外县市强队来挑战 这一次总共有30所学校来参加 那外县市来的学校相当的多 像那个高中 只有一队是本地的 五队是外地的 那国中呢也是呢 女生有四队是外地的 男生呢 八队里面也有四队是外地的 那只有国小是我们 纯基隆市的队伍 那我们也在计划说 是不是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要办一个全国的 类似篮球 比较强的队伍的邀请赛 所以我们现在在计划是 基隆国小的前两名 然后再邀请其他县市六强 组成八强来比赛 这是我们对明年的一个计划 一个期许 希望透过赛事 发掘更多优秀的篮球人才 开幕式现场贵宾云集 校长 教练们 以实际行动支持 我们非常高兴基隆一信文教基金会 他们又继续来办理一信杯的 校季篮球锦标赛 我们看到这么多热烈参与的队伍 我们知道基隆的体育盛事 又更精彩了 我们也期盼透过一信这样回馈社会 的这样的善行逸举 让我们的基隆市的篮球或各方面的活动 都更加蓬勃发展 从11月7号一直到11月11号 周六的总决赛精彩可齐 欢迎有空的民众前往基隆体育馆观赛 为选手们加油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追寻永续低碳的沐浴用品创业者 MuMu與Bonnie生根基隆多年 将沐浴用品固体化 减少塑胶瓶罐的产生 在研发系列产品中 有一款以石花菜打造的手工造 与基隆语秘密扩香组 融获基隆好物 一踏进宛如实验室的工作坊 就可以感受到MuMu與Bonnie 对产品研发的坚持与用心 融获基隆好物之一的 基隆语的秘密扩香组 每一组都独一无二 这个是跟设计师合作的 然后也是基隆好物辅导的一个成果 然后就是一开始是做手工造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是扩香石 这样子就是可以延长它使用的寿命 然后就是可以低精油这样子 就是整现基隆在地的味道 也要运用在地的特产 这款石花菜手工造也融获基隆好物 就是做一个在地的材料的应用 所以我们就找了那个和平岛的石花菜 然后因为石花菜里面的那个 也有丰富的那个胶原蛋白 然后对皮肤跟头皮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有把它萃取在里面 然后就是用在地食材 然后也可以减少碳足迹 然后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激动的产品 然后就是又是结合到 我们最主要做的皂跟洗发饼身上 减少碳足迹也打造出专属基隆的在地产品 Mumo 与 Bunny 把清洁产品固体化 善用各种不同植物的原料特质 让消费者洗得安心又舒适 那我们主要就是把那个浴室里面的产品 然后做成固体状就不用品管 然后像这个洗发饼的话 就是它跟灶不太一样 它的成分没有含灶 所以它洗起来不会 头发不会色色的 然后另外也有这个是润发 润发我们也把它做成固体状 然后就是润发饼 那像它这个上面颗粒的话 它是海盐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现在比较少见的就是它是卸妆 然后我们就把卸妆乳做成固体化 一般眼妆啊彩妆都可以卸干净 从产品到包装 每一个环节都讲究自然 手工 新鲜及环保 透过无浪费的制作过程 搭配简单的视觉概念 创造出一块块洗墓新选择 专业也是在于就是做一些洗墓商品 那所以我们就希望 研发更多的像这些产品 然后能够让就是地球 可以更少一些塑料类的东西产生 致力于研发适合台湾人 肌肤状况的清洁用品 母母与bunny对产品研发极为坚持 从友善环境出发 让专属于在地品牌的实用产品 无远佛界的传递出去 记者 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